創下剛剛看到的是NBC的報導裡頭 裴洛西的亞洲行程裡頭並沒有台灣 但是不同的媒體現在有不同的說法 有人說可能明天晚上來 有人說可能禮拜三禮拜四來 也有可能說完全不來 當然來或不來都有不同的政治跟軍事的效應 裴洛西現在確定已經到達了亞洲 然後今天清晨4點21分的時候 疑似裴洛西的專機降落了在新加坡 所以接下來就是他接下來會怎麼走 他會不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之後 開始要往日本的方向中 會不會來到台灣 那法館是最早說可能是8月4號 經過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 然後就直接的穿過巴塞海峽 台灣海峽 到達松山機場來到台灣 然後再去日本 或者是滑油的專男作家羅金 他前面一段時間寫過很多白宮的事情 都非常的精準 他說可能會更快 就是他在馬來西亞結束之後 立刻坐著他那一台 全世界已經有10萬人在追蹤 而且幾乎追蹤不到的他那台行政專機 很可能是在明天晚上 或是禮拜三的清晨就到達台灣 那這最近的差別是什麼 8月5號他一定要去日本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是 他在台灣的停留時間 如果真的來台灣 在台灣是停留超過上市軍隊系4小時 還是只是跟軍隊系一樣4小時 這個代表的整個政治的意涵 都會完全的不一樣 然後另外一個狀況是 裴若曦這架專機呢 其實雖然胡吉敬他們宣稱 要用殲16啊殲20去圍 根本圍不到 因為這架飛機呢 它是在昨天的時候5點的時候 台灣時間5點 從舊金山北部的機場出來 它是一台叫做C40 其實它是整個波音公司 專門為美國海軍陸戰隊 打造的波音737 所以你飛在空中的時候 它的外型跟所有客機都一樣 你根本就認不出來 它是特殊的飛機 但是它的裝備是特殊的 它有GPS的整合系統 有空中的全面防撞系統 所以共軍要用巴倫茲手術刀去切它 也切不到 然後呢它經過了夏威夷 到了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以後 關掉它的應答器 所以它後面到底是 飛澳洲 然後到了新加坡 還是經過巴士海峽 到了新加坡 沒有人知道 共機也抓不到 因為它的整個應答器 連中共的軍事雷達和民航雷達 更不到它的行程 所以就因為它這個很特殊 所以它那架飛機 如果真的整個 從馬來西亞一起飛之後 它怎麼樣飛過來 恐怕都會是一個重大的狀況 如果是明天晚上或 如果明天晚上飛機 專機從馬來西亞飛到台灣 降落松山機場 它是從台灣海峽這邊的路徑飛 還是台灣的東岸 太平洋的西岸 這一個路徑飛 這兩邊的路徑也可能是完全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它是從台灣海峽直接穿越 那個宣誓意義就很強了 台灣海峽不是中國所稱的內海 它就是連飛機都有自由航行權 當然如果它是從台灣的東岸繞過了彭家宇之後 再降落轉彎回來降落到松山機場 那當然就是對於習近平來講 還可以說它的台灣海峽內海論 沒有是直接挑釁 但是在這個時候 整個沖繩來了10架美國的特殊軍機 也代表著美國的軍機也在準備著各種的應變狀況 然後在這個整個飛機就是 現在要看的就是它到底什麼時候會來 會不會來 然後如果真的來了 如果真的是明天晚上或後天早晨 恐怕它在台灣待了 搞不好那是更長的一個行程 它會會見的人就會更多 那整個政治意涵就不一樣 那如果是4號可能就跟精銳器一樣 上市是4個小時 那整個衝擊又不一樣 所以這個狀況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都是在美軍和裴若西的控制之中 然後當然面對這個情況之下 習近平已經講了玩火必自焚 下令全面備戰 可是你也會看到全面備戰的情況下 第一個呢 現在的雷根號正在永暑郊附近 大概180幾公里之處 所以中國有兩艘軍艦緊密的盯著 最近只有23和27公里 然後在雷州半島 開始一直到8月5號 都舉行各種的實彈射擊 然後另外一個 那當然是針對裴若西飛機 可人的航道 可人的狀況是要做一個緊釘 但是另外一個 美國的雷根號 也是把它的定海神針有屬礁 緊緊的釘著了 所以美國也在控制南海區域 然後另外一個 中國也沒有辦法去對付 那就怎麼辦 如果說一隻三貓 面對爆的時候 它沒辦法 它就欺負小貓嘛 所以你看它就在平潭島 東部的那個登陸大隊進行軍演 東部戰身 那個反登陸大隊也進行軍演 然後另外一個要展現它的一個威勢 所以在黃海的北邊 黃海的南邊 也要進行實彈射擊 然後另外一個是開始 就是東部的戰區裡面 夜間的戰機 在清晨的時候 要進行一個夜襲 低空穿越防空網的一個演練 而這些東西就是警告是說 如果這樣子的話 因為這些準備登陸或什麼 都是打台灣用的 不是針對裴若曦的 有一個這樣警告台灣的一個用意 在然後在這個時候呢 還有的媒體呢 中國的媒體更加的加碼 就是他們要用運二十 帶著他們的軍機 繞行他們所謂的祖國寶島 然後為什麼要出動運二十 因為運二十是空中加油機 所以他們這些飛機 也會在我們的東岸 在我們的北邊這邊繞行 然後有空中加油 證明他們確實有空中 封鎖台灣的一個能力 所以整個形勢是越拉越高 不過關鍵的還是 因為裴若曦的行程 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完全在密利和奧斯丁的掌握之中 所以目前怎麼會發展 可能每天都有變化之中 裴若曦的亞洲外交訪問行程 今天第一站在新加坡 那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評論 很有可能明天晚上飛機降落 這個松山機場 但是到底來不來事實上都有政治效應 如果事實上裴若曦最後沒有來台灣 西太平洋的盟友當中 包含了印度跟澳洲的反中英派 事實上現在炮火也非常猛烈 主要的猛烈當然是抨擊拜登團隊的相對軟弱 然後在美國內部 因為三個多月之後有其中選舉 所以共和黨也不斷的抨擊拜登 對於習近平太過軟弱 好創下剛看到的是美國內部 共和黨的反中議員 不斷的抨擊拜登政府太過軟弱 現在裴若曦到底會不會來台灣呢 在美國內部裡面 也是一個非常緊繃的情勢 特別是共和黨 剛看到的是共和黨的一個領袖 麥考爾呢 他特別講了 如果說根據胡錫進 他們的一個宣稱 如果真的去傷害到裴若曦的話 或是對裴若曦的專機有所傷害的話 那就是中國向美國宣戰了 如果是宣戰就必須要做出強硬的反應 所以共和黨是不斷的在吹油門 而不斷吹油門之外 佛州的參議員呢 他是曾經當過綠扁帽的指揮官 那是更是雄壯威武的 他的瓦爾茲直接點名說 你白宮呢 你應該公開的出來 宣布說 你是支持裴若曦訪台灣的 不能像現在一樣 完全沒有態度 然後更多的參議員會出來講說 他們認為說不能接受中國的霸凌 所以他們後面還在問一個問題 就剛剛像麥考爾講的一樣 你習近平和拜登通話兩小時17分 你習近平就你們所公布的出來 習近平講得很兇喔 引火並自焚 你拜登的說法好像沒這麼兇 是不是你有軟弱了 你要不要把這個你跟他通話內容 告訴我們你的實情 所以全部的就把這個目標指向了拜登 而CNN更做了一個專題報導 裡面特別去提了 如果最後裴若曦沒有來 他們就要去追究了 是不是你拜登呢 自己軟弱 在這個整個戰場裡面呢 你當了Chicken 你當了弱雞 然後就去說 先前你到底有沒有去勸退裴若曦 你要公布出來 你有沒有去支持裴若曦 你要公布出來 所以你會看到現在整個拜登呢 拜登你不能躺平 你要奮起 你要支撐起來 變成是共和黨給拜登的一個壓力 因為大家也看到是 如果習近平都做了這麼多動作了 做了這麼多的軍演了 講話講到這麼兇 如果你拜登真的退縮了 那全世界包含周邊的印太國家 都在看說 在這樣一個所謂的博弈理論裡面 誰是屈肯 如果這樣子的話 拜登是屈肯的話 大家怎麼相信你美國 印太上的一個承諾 所以共和黨抓到這個機會 猛加碼 因為他們本來呢 也像金瑞希講的 他們應該要跟著裴若曦 要求拜登你不能當洛基 要求拜登你不能當洛基 啊 我們來 我們來 這些 谢谢大家